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我们改造河边的这栋房子 再过几天基本上就可以完工了 其实我是从去年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被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给深深的吸引住了 因为当时候房东是在长沙那边 我们在电话里面把所有的细节都谈好了 在年前的时候就准备改造这栋房子 但是临时做了个决定 先在家里建了一栋木房子 所以说这栋房子的改造 我们到开年之后才过来的 差不多截止到今天为止 整整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这栋房子在我们的手底下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每个地方都是非常的满意 但是这栋房子呢 每种不足的还是有两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喜烦吧 第一个 这栋房子 不通公路 所有的材料都要从马路那边转移过来 包括以后我们在这边居住的话 车子只能停在近村马路那边 要走过来 还有个问题 这栋房子周边是没有地的 只能和当地的老百姓去租地 整个院子大概有六十来个平方左右 就比较小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快改造完成了 我们就想着把院子加宽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 用钢架结构去搭建一个台子 前几天我是先搭建了一个钓鱼台 今天的话准备把整个院子的台子给搭建好 实际上昨天师傅们已经在这边焊积了 只是说昨天整体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直观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我才专程的为大家来拍摄 好了朋友们师傅们就在那边做工 我们去看一下 再来几天 基本上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今天我们依然是八个人 沿着小路走进来的 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白墙青蛙 显得还是比较耐看的 这边我们已经是粉刷了两遍的白颜色土料 然后的话 今天准备要上外墙期了 早上来到院子这边 空气清新 疗愈发香 其实从这边沿着小路走过去 有几处比较好的吊位 经常都有些人在那边上些大鲤鱼 今天我们要把该沿的位置全部贴好瓷砖 河面好像起了一点点雾 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是站在这个位置给大家来看一下 搭建的 搭建的台子这两天基本上也可以把龙骨给做好了 景色是非常美的 今天早早6点了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边 继续来焊接这些钢架结构 我们选择的是热度星管 有一批大的有一批小的之前就给大家说过 像外面这一圈大的度星管是八成八的里面是四成六的 热度星管的质量要比冷度要好很多 这边有两根山树 我们是给它留下来吧 不砍掉 在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 留了一个孔吧 大概就这么宽 把树全部留在这边 其实在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焊接点 这里面是挖进去很深 然后放上一块钢板 把这边的度星管焊接在钢板之上 再用水泥沙浆 这样子全部给它覆盖在里面 非常的结实了 这边我们是沿着院子的边缘 做了一个延伸吧 相当于以后 这边台子的平面要和这边的地平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以后这边的话我们要种上草皮 还有些花花草草 这边的话就用树木的地板 搭建一个平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 准备从这个位置 安装楼梯走到底下的吊台 但是后面想了想之后 感觉还是从那边 要好些 所以说我们预留的楼梯口是在那边 现在我们就走上这样的一个钢结构上面 去给大家看一下 底下我们是打了柱子 包括底下的基础 我们都是做的非常的结实 里面是玉霉的有钢筋 用沙浆和水泥全部打了一个基础 这边因为是比较高 我们把这上面焊接好的时候 在这底下我们要加一根柱子上来 因为这是边沿的位置 虽然是很牢固 但是还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吧 底下就是一处吊台了 今天的水位算是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做的吊台刚好是紧贴着水平面 做的太高 钓鱼不太方便 做的太低的话 涨水了会把吊台给淹没 像这样的高度是刚刚好的 这边的立面高度大概有2米5左右 后期的话我们准备把这块位置 想个什么办法把它给覆盖住 看不到后面的院墙 因为以前里面是杂物比较多的 这个地方的话到底怎么去弄呢 先把台子搭建起来之后 我们再去想这个办法 整个这个台子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 实际上那天的视频 我们是下了一车渡行馆 后面的话我们又陆陆续续的 来了两侧的路行馆过来 所以说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 从这些大家也看得出 我们的这些焊接点是很密的 因为用到的树木地板是35公分一块 焊接太宽的话是无法装上去 再一个也不安全 时间久了之后肯定要坐得扎实一些 毕竟这栋房子我们是租下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间的话我们是加了一根相当于大梁之类的 也是八成八的一个度行馆 然后再把四成六的度行馆往中间焊接 这样子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就很牢固了 整个加宽的这个台子 算了一下大概有加上钓鱼台 有六十来个平方左右吧 昨天我们是先焊好一些点 比如说一根管子我们是打了四五个点 今天的话再把它几个边全部焊接 这个样子全部给它焊接完 就非常的牢固了 今天的气温也是很热 应该到中午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度左右吧 准备现在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是从这边下楼梯 挨着这边的棉竹的位置 从这里砍掉一些 然后从这边坐楼梯下去 还有个就从这边 这个位置搭建楼梯下去 从这边走 这边有个台子 然后从这里下去 这两种方案的话 都是正在考虑的 但是这边的楼梯的 要抖一些 走的话肯定是赶不到这边好走 朋友们你们觉得哪种方案是比较好的呢 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河水是清澈很干净 这边的鱼是很多的 每天 我们在这边钓鱼的时候啊 实际上只是不去打窝 但是钓小鱼的话 大概一下子就可以钓得一千了 钓大鱼的话 有的时候还是要提前打窝 也要看运气好不好 这个钓台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是紧挨着水平面 所以说在底下 不管是钓鱼 游泳的话也是很方便 而且更靠近大河 以后这边的话我们要做一些栏杆 在栏杆的殿岩我们要种上一些栏杆 这棵枇杷树现在可以吃了 可以看到很多果子 从堂屋这边看过去 整个台子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宽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底下这块的话 如果我们上面盖好板子之后 再吊台往后看的话是不太好看的 那这边怎么去做 把这边给挡住呢 我们先把这个台子做好了之后再想想办法 这个位置我们用些装修的材料给它覆盖起来 今天下午风很大 今天在下班之前把这个立竹做好了之后 明天就可以直接过来焊接了 这根立竹和其他立竹是有点点区别的 底下我们直接放了一根8×8的独行管 把它焊接起来 连成了一个整体 其他立竹我们底下放的是一些钢板块 那这个立竹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就接在这个位置就行了 底下焊接好了之后 直接用水泥沙浆固定就行了 好了朋友们 那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们觉得我们搭建的这个台子怎么样呢 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